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瑋恩 本支影片介紹的河口湖二日遊 是我的家族旅遊 長野上高地松本河口湖七日遊的第五六天 本系列影片拆成三部 都是不錯的行程,可以自行排列組合 那我們就開始吧 嗨,大家早 我現在就來帶大家看看白天版的民宿長什麼樣子吧 從這個一樓的樓梯一走上來 二樓這邊,昨天那個超大的落地窗 可以看到富士山啦 然後左邊就是富士極樂園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早餐啦 有三明治跟就是飯可以選擇 而且還蠻厚 說之之外還有附布丁 然後馬鈴薯 跟一鍋 巧達農湯 然後這邊的水果是我們昨天買的 非常一般的三明治 嗨,我們剛剛大概開車從那個民宿那邊 應該五到十分鐘吧 然後就來到今天算是第一個景點 然後就是 理論上應該可以拍到富士山的這個落松啦 然後 不過它好像角度並不是很明顯 所以我們現在來抓一下 看能不能拍到美照 可以看到小小的 一點點富士山 一點點富士山 我們大概開了十分鐘左右還蠻快的 然後就到了那個富士極田的那個復古商店街的附近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去拍照 那今天的 兩三個拍照的景點 如果比較難抵達的幫各位放在Google Maps裡面 這邊就真的是一個 非常復古的感覺 昭和年代的商店街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拍照的景點 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蠻多人在拍照 然後因為這邊車流量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 來這邊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然後要遵守 交通規則啦 就這邊啦 可以看到也有人 拿著專業的相機在拍攝 然後這個商店街的後方上去就是這樣 上拍 好,我們剛剛其實花了蠻多時間 可能30分鐘以上 拍完照片 那剛剛那個路口大家要注意就是 拍照的話不要停留在馬路上 然後原則上那邊也會有交通的指揮啦 所以大家拍照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我們就先往下一個景點囉 我們現在在 新倉山淺間神社的停車場 你看這邊隨便一看就是 都可以看到富士山 還蠻興奮的 好 我們現在就去那個最有名的 被那個JNTO 被那個JNTO 觀光協會 選為就是那個代表圖案 有那個 這個五重塔吧 然後富士山跟櫻花樹的地方 好 新倉山淺間神社的話 要登高才能望遠 神社的正對面 這邊有賣一些吃的東西 小餐車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 其實有各國的旅客 現在這邊的旅遊真的是恢復了 真的是蠻夯的 這個神社的正對面這邊有一個拍照的點 我現在準備要來排隊 拍個觀光客紀念照 那建議大家早一點來或晚一點來 因為中午的話 頂光不好拍照 人臉會非常的黑 這邊 比我想像中爬的要 還要多層 就是它還蠻高的 可能要爬個十幾二十分鐘 現在已經有點大腿地獄了 大腿腰痠 還有很多層樓要爬 我們剛剛爬了大概沒有很久 大概十分鐘左右 但是 因為節契很多 所以超船的 然後我們上來這個 第一個看到的是五重塔 然後我們會再繼續往上走 我們應該已經來到這裡最夯的地方 就是從這邊往這邊拍 可以看到有塔 然後有山的角度 我們剛剛又重新從上面樓梯走下來 下山比較沒有那麼累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快要到停車場的地方 接下來要找個地方休息 因為今天真的太熱了 大概有個三十度吧 然後爬山爬到累到不行 我們剛剛大概開了個十幾分鐘 然後現在終於要來吃一家意大利餐廳 主要就是看上它有不錯的座位 因為我們剛剛爬山爬得蠻累的 想說坐著休息一下 那就開動囉 十幾分鐘 安丁比的披薩 另外一個點的是 披薩的經典口味 瑪格麗特 它這個 安丁比的 餡料還滿咸的 很夠味 然後配上一點蒜香 餅皮還蠻飽蠻脆的 這是番茄的螃蟹蟹肉義大利麵 好,這是培根蘑菇的義大利麵 它的白醬很濃很香,可是不會吃起來很膩 加上一點培根的那種香味,蠻好吃的 因為我們這次是自駕遊 所以河口湖附近的景點 其實開車都是一下一下,五分鐘十分鐘就到了 那我們下一站是音樂盒之森美術館 我們現在進來到音樂盒之森美術館囉 它這邊的花園還有建築物造型很漂亮 那成人一個人的門票是1800日幣 我們現在要來音樂盒之森演奏小蜜蜂 我們現在要來音樂盒之森演奏小蜜蜂 開始 來音樂盒之森演奏小蜜蜂 好,好玩嗎? 不是呀,中間 這邊有賣很多音樂盒 它裡面還蠻多流行歌的啦 像那個貓 然後有阿蘇比耶 好,我們來到富士山附近 當然要喝喝看那個富士山相關的 這個是在日本還蠻常見的那種 我們算蘇打碳酸飲料 咖哩咖哩君的汽水版 還不錯 我們逛完了 音樂盒之聲美術館 我們下一站來到的是 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可以看到我後面的就是河口湖 然後還可以看到富士山 河口湖自然生活館 It's blue curry bread 這邊有富士山的咖哩 還有咖哩麵包 有一家蠻大家的紀念品店 老婆買了一杯當地有名的桃子 汁 跟一個富士山的餅乾 我覺得這個地方有點像是河口湖附近的薰衣草森林 薰衣草花園之類 因為這邊真的 literally種了很多的薰衣草 這邊一整片全部都是薰衣草 然後看過去就是河口湖 以及富士山 我們開了20分鐘的車 現在抵達了西湖寮玉之里根廠 現在時間已經下午4點15啦 這邊開到5點 這邊的特色一樣就是有那種茅草屋的 類似古民家的建築物 然後可以拍得到 它跟富士山的合照講 好 我們來到西湖里根廠的入口啦 這邊的特色就是有很多這種日本的茅草屋 這個在日本有三大有名的 包含了白川鄉的河掌村 京都的美山 以及福島的大內宿 這三個地方 啊 這裡不是啊 這裡就是別的 那這邊每一棟茅草屋啊 都有一些不同的體驗 但是還有滿多是要付費 像這裡就是可以穿那個衣服 然後拍一些很就是日本感覺的照片 這邊也有小朋友的甲咒可以租借 好 現在已經回房間休息啦 好 我們等一下洗個澡什麼的 再來吃晚餐 晚餐是吃民宿訂的 Shabu Shabu 這個民宿這邊還不錯 就是它有昨天講的 它是那個Reception有賣一些東西 晚餐吃Shabu Shabu 吃Shabu Shabu 這個肉 油花感覺是穩的 這邊有一些麵菜 應該是一人一盤 沒有五盤 高湯在這邊 可以一邊煮Shabu Shabu 一邊看 已經看不太到了 富士山 Yay 今天早餐是日式早餐 還有兩個飯糰 今天一樣有果汁 然後昨天是布丁嘛 今天是果凍 還有一樣之前買的水果 然後今天的湯是味噌湯 嗨 大家早 我們現在在那個飯店的Reception 今天準備要Check out 然後喝杯咖啡就要出發啦 嗨 大家早 我們剛剛從民宿開車大概五分鐘 然後現在來到天上山公園 要去搭纜車 這附近同時也是溫泉鄉的範圍 可以看到我後面就是河口湖囉 今天天氣不是很好啦 應該看得出來有點陰陰的 但是沒關係 我們旅遊手中心情愉悅 我們旅遊手中心情愉悅 乱車走一下下就到了 乱車來回是900塊 上車囉 搶位囉 完了 鳥屎覆蓋 今天的富士山上面有一大坨雲霧繚 QQ QQ了 這邊就是拍照的地點啦 我們請王美老婆示範一下 擺幾個POSE 1 2 3 下面這邊是富士極樂園 因為今天的富士山 天氣狀況的關係 看不到上面 然後也沒有雪 然後我這邊就支援一張 之前我老婆來玩的時候 有冰棒跟富士山的美照啦 這邊有可以丟那個 100元 然後拿一個這個 桃的盤子 然後到旁邊那邊丟下去就可以許願啦 這邊說如果你投中兩個的話 就是有兩元 投中一個的話 就是有還OK的緣分 然後如果都沒投中的話 至少有把厄運驅除掉 這邊走進去 然後先不要投喔 我們就把那個盤子丟過這個圈圈 舉願 中間那個圈圈喔 對啊 好 丟 娃娃娃 過了嗎 好 好 我要再買一次 哈哈哈 沒關係 至少你驅 驅除厄 厄運了 厄運已驅除 這個是秋天的富士山 耶 這邊的紀念品店全部都是富士山相關的東西 有富士山瓦子 好 我們逛了差不多 下山路 我們搭完纜車下來囉 然後他這個山下這邊就有一家賣富士山餅乾的紀念品店 這個富士山形狀的餅乾 我們開車大概20分鐘左右來到今天的下一個景點 是人野八海 這邊我也是第一次來 人野八海這個區域呢 有八個池子 然後它是開放的空間 像這樣子 並不是一個園區走進去 所以 我們現在就順著這個這邊指標的路線 去參觀這邊不同的池 那其實它步行也不會很遠 這邊有說 走到泳池 也才350公尺 4分鐘 所以應該蠻近 好 這池子就這麼小一個 就這樣 我們剛剛散步了大概十幾分鐘 然後現在到了人野八海 這邊算是比較知名的區域 這裡是泳池 不會啊 這個泳池算是人野八海的代表池子之一啦 然後它的水是地下的泳池水出來的 所以也被列入是世界山的文化遺產 構成資產的第17號 我覺得這個園區的特色跟昨天那個療癒之禮根廠有點像 它就是有一些茅草屋啊 然後那種很經典的日式的建築 這邊中間有一個算是餐廳吃飯的區域 這邊中間有一個算是餐廳吃飯的區域 這裡有富士山的泳泉水 然後可以直接撈來喝 中間這一個池是中池 然後它深八米 這樣可能看不太出來 不過理論上它應該有八米那麼深 我們點了一個泳水豆腐 那種富士山的泳水做的豆腐 然後它旁邊那個是豆漿啦 蠻好吃的 有點像豆花的感覺 豆味很濃郁 我們點了兩種定食 一個是 鹽烤紅尊魚 彩虹的紅魚 我們點的是天婦羅的定食 好燙 餡料 餡料 也很脆 雞肉也蠻新鮮的 好吃 它的蔬菜炸的都蠻不油膩的 吃起來裡面水分還蠻多的 這家餐廳的特色就是它的庭園造景 有透明玻璃可以觀賞 我們在人野八海這邊用完中餐 接下來要前往大越站 坐車要到東京啦 我們最後一天就在東京逛個街 然後再回台灣 我們現在在大越站 剛剛在車站前面的 Toyota Rent-A-Car 換完車了 然後現在要去大越車站這邊買票 坐車到東京 我們剛剛在大越站買了 就是火車票是指定席的那種 比較像NEX的感覺 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它是有點類似那種家庭式公寓 一進門這邊有一個廚房區 基本的電器都有 然後 這邊是浴室洗手台 這裡有一個沙發 然後 有一個小小的辦公桌 電視跟兩張單人床 帶全家人來吃 是Doji Ura Kare Samura 我們現在在下輩子店 但是因為今天店裡很滿 所以有跟我家人的座分開了 我跟我老婆做 老婆期待嗎 期待 很期待 沒想到我來這麼多年 竟然沒有帶你吃過 對 很期待 我弟坐超遠 QQ 如果大家有來吃的話 建議就可以點這個 叫Rashi 就是應該說印度的優格吧 不是很確定 反正就是日本的咖哩店 都會有這個飲料 它就是很濃很濃的優格 應該是很濃很濃的優格 他們點有柚子口味的 柚子味還滿濃的 吃過一百次的 但永遠都覺得很好吃的 雞腿加一日份二十種野菜 Tangari 這是老婆的野菜跟雞腿 只是她的野菜是十二種 我來吃 有吧有吧 好吃 這是我跟黃… 這是我跟Bob最愛的 每次都來吃 一直沒有機會給我老婆吃到 今天終於帶她來 有點感動 就愛湯標高級 對啊 上吃吧 成功 雖然我已經講過一百遍了 但是我怕有一些沒看過影片的人不知道 這個羅吉爾拉開 三不來的湯咖哩 是我目前在東京 我個人最推的湯咖哩 湯咖哩就是來自北海道的 顧名思義就是湯水狀的咖哩 它的香料跟蔬菜的味道都濃郁 很好吃 然後它的這個通常都會有一個炸的雞腿 都是會煮到很軟之後再下去炸 雞腿本身也很好吃 是我最推的日本料理之一 然後它的蔬菜就是外面會炸的有點酥脆香香的 但是呢 跟著湯咖哩的醬汁下去吃 我覺得那個味道很搭 好我們吃完湯咖哩 然後現在繼續在夏北澤鹹框一下 但是因為現在有下雨啦 所以那個拍攝的部分就是簡單的拍一下 請問你剛剛在夏北澤買了什麼 剛好逛到了新開幕的香水店 就買了Gaia Tan 然後它這邊還可以直接退水 超方便的 好不猶豫就買了 這個是東京限定的嗎 對 城市限定香水 對 一定要買的 就立刻買了 然後上面還可以刻自己的名字 對 它總共好像可以刻23個字吧 然後還有很多表情符號可以選擇 可以刻自己的名字 Bibi 愛 Wayne 後面沒有刻到 剛剛買了一些水果之後 回到飯店啦 然後明天我猜我應該不會拍了 因為最後一天可能很多是逛街的行程什麼的 然後再加上明天會下雨 所以這次有可能是最後的ending啦 那希望這趟旅程大家看了會喜歡 我覺得這次的行程還不錯的 很多很經典的地方 包含長野啊松本 然後河口湖的附近 所以還算蠻有參考價值的 那 就這樣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